你有没有听说过生石花? 它是一种多肉植物,外形像一块块小石头 非常可爱 它的特点是可以通过掰断一部分 再插入土壤,就可以长出新的植株 这种方法叫做扦插 我有一盆生石花,名字叫瑞皮 它是我在花市买的 当时就被它的形状和颜色吸引了 它是一块圆圆的绿色小石头 上面有一些白色的点点 像是被撒了糖粉 我把它放在阳台上 每天给它浇水,它长得很好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要试试扦插 我想给瑞皮找个伴儿,让它不寂寞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掰下了它的一半 然后把掰下来的那半插入了另一个盆子里 我心想,这样就可以有两个瑞皮了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过了几天,我发现掰下来的那半芮皮竟然长出了一个小小的头 像是一个婴儿 而原来的那半芮皮也长出了一个小头 只不过比另一个小一些 我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赶紧上网查了一下 才知道原来这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叫做分裂 也就是说,生石花在受到刺激或者损伤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保护机制 让自己分裂成两个或者多个个体 这样可以增加生存的几率 我觉得太神奇了 没想到我徒手掰多肉植物生石花 竟然帮助瑞皮变成了双头 而且还是一大一小 好像是父子或者兄弟的关系 我觉得很幸运,遇到了这么奇妙的事情 我把这件事情拍下来 发到了网上 没想到很快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评论 有人说我太残忍了 掰断了瑞皮的身体 有人说我太幸运了 见证了生命的奇迹 还有人说我太厉害了 创造了一个新品种 不管怎么说,我都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瑞皮也很开心 他们现在不再孤单 而是有了彼此的陪伴和支持 他们每天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惊喜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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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